為明年世界棒球經典賽做準備的日本武士隊強化適合 今天進行最後一場比賽 也就是對荷蘭國家隊的第二戰 由中華主唱聯盟裁判張展龍擔任主審 日本武士隊連續兩千將比賽逼入延長 再採用突破將軍師的第十局 一目成也太轟了 中華滿貫全力拿出日本武士隊戶籃局長 以十二比十再勝荷蘭國家隊 戰隊墨西哥荷蘭的四場強化是何 取得三勝一敗 這場比賽荷蘭前兩局就擊出盛治安打攻下四分 中田學浩在第四局轟出陽春全力拿 為日本隊攻下第二分 對比賽 頭激下第二雷手Jana Seth Skov的哥哥 sticking out 偷出三半全力拿 將領先的比分拉大到8比2 落後的日本隊第七局再度技術拔寶 派二刀流大骨湘平上場再打 大骨不赴手脫以暴投上東京巨蛋的霧零 來看派定為惡雷安打 日本隊打開半局內六四安打的秘笈攻勢 一口氣攻下6分 將比數追成8比8比9 然後連續兩天在延長賽的電視局贏球 余仲星眾科報導